剛才的問題是,我們想討父母歡喜 我們做什麼能夠真是神母歡喜呢? 其實聖經已經講完了 但很多人是著重做的 我看聖經,我覺得第一是做 第一是能夠與眾聖徒一同明白 神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且經常活在神的愛中 耶穌強調信心,你與門徒相處 信心不只是有事情,我就求神,就成就 我自己覺得信心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很相信神是如聖經所說的美好 時事活在神的愛中 因為聖經也講到被愛激勵 寶羅說到他,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 並且他替眾人死,善叫那聲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我們死而復的主活 就是整個心被神的愛激勵 整個心被神的愛吸引 我覺得神喜悅就是這種的 第一就是這個生命 就是一種很喜歡神,很喜悅 因為當他喜歡神喜悅神 很感激神 他自然的說話就會流落 就是有時人有時著重外面的工作 因為人本身是看表現的 於是就說,我帶了幾個人信人是好的 但是他帶的過程可能是用很多 不是彰顯神榮耀的方法 就是怎樣呢 他的過程可能又很急很急 你快點信,這麼久你不信你 你快點信,你不信就落地獄了 就是一種不是神的愛的彰顯 當我們有神的愛,關心彰顯的時候 人是感受到,他更加會看到神的美善 這樣帶順著,是更加榮言神的 而且建立人的生命也是一樣的 有時有些人建立生命就會很猛疹 很激氣,很急躁 亦都會很多用負面的說話 就是世人的說話都是負面的 聖經有講指責 不過指責都有正面和負面的 負面是怎樣呢 就是會踩下一個人 或者覺得你沒用 或者心,有時不一定是口出的 心就覺得你真是蠢,你真是沒用 你真是做什麼不聽話呢 那種的心態和一種看到人 覺得很寶貴 而心裡迫切有一種愛來指責 就是不同的 其實我們發覺耶穌指責門徒 他很短,小信的人 然後就告訴他怎樣做 他會否認他三次 他就是告訴他 然後他立刻用恩典 他說 我因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他就很正面 他不是積存一種負面的能量 他是很正面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榮耀神的 就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說是 什麼神最歡喜呢 我覺得是 整個生命充滿對神的感激 充滿對神的愛 充滿對神的愛 充滿享受神的心態 但經常跟人相處 都讓人感受到神的愛 那時候 他的生命已經是榮耀神的 當然他又會出聲 這是第一 就是跟神的關係 然後他就有果子 生命的果子 生命果子也很相連 就是他會充滿愛 體重人、關心人 在他裡面流露出來 那我就覺得是 這種關係 當然有些是必然 悔改理罪 因為如果他這麼喜歡神 他自然不會想留在罪中 他會覺得罪是 如果我們有熟靈眼睛 就會看到 因為我們沒有熟靈眼睛 為什麼熟靈眼睛呢 你看著那個人 他們當這是一個人 他愛神 可以看到神的靈 圍著他 然後他犯罪 然後魔鬼入侵 如果你有熟靈眼睛 你會看到 看到魔鬼 在入侵他的生命 他聽神說他悔改 然後魔鬼就離開了 如果我們有熟靈眼睛 完全不同 為什麼呢 你看著那個人 一直犯罪 看著魔鬼進去 你心裡覺得很可惜 神的靈眼睛 神的靈眼睛 越濃烈 神的靈眼睛 越濃烈 神的靈眼睛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譬如我們用燕魂 聖經也說到 神的靈眼睛 這是一種比喻 有些燕魂是稀疏的 有些人 神的靈眼睛 是濃縮的 非常強烈的 你看到的時候 哇 這個人真的有 神的榮光 但這個人 雖然有神的生命 但也有很多 參雜的地方 所以這個生命的質素 離開罪 而經常有神的愛 和聖結 也經常流露出來 這件事 當然這個基於聖經 有跟從聖經的教導 也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才會有這個生命 在以前來說 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 但經歷聖經充滿之後 我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愛真的好到不得了 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 很感激祂的愛 我很想越來越入 這種愛裡面 在經歷聖經充滿之後 我的整個心靈 回應神就很不同 聖經也說到 行公義 靠憐憫 全天秘的心 與你的心同行 事從神同行 神會改變我的心